能打出一杆超大的弧线球 是抬球技术当中最迷人的地方 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如何训练 原理讲解 中力击打 母球横移的力量小 低杆旋转的效果提前 弧线就比较小 大力击打 母球横移的力量就会增大 低杆旋转的效果就会延后 弧线就会比较大 开始训练 1.空杆推手肘20次 先感受小臂带动手腕的感觉 手腕是在小臂之后在动作的 接下来在感受手腕动作的同时 跟上手肘的推力 小臂摆动的越快 手腕和手肘跟上的速度就会越快 2.大力定杆 通过这个练习 可以让手架变得非常稳固 让肌球点变得很精准 同时还能训练手肘的穿透力 3.降低手架 将以熟练的定杆手架 降低一颗皮头的高度 4.小角度球低杆训练 在目标球后方向后移一颗半球的距离 再向右移一颗球的距离 摆上障碍球 利用手肘的穿透力打低杆 持母球绕过障碍球 等动作熟练了以后 再逐渐增加力量进行训练 5.重复以上4点进行大量的训练 下课